多艘登陸艇衝向海岸 直升機發射炮彈 三萬多名陸海空大兵 來到澳洲參加 堪稱是史上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 由美國和澳洲 從2005年開始主導 每兩年一次的護身軍刀聯合軍演 今年擴大舉行 包含美國 加拿大 英法德 澳洲 紐西蘭 斐济 日本 南韓 印尼等13國參加 菲律賓 新加坡和泰國 則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而這次軍院美方不諱言 就是要向北京秀肌肉 同時澳洲當局20號在當地東北岸海外 發現一艘大陸間諜船中機 他們強調澳洲捍衛區域穩定在所不辭 美國也再度警告台海是重中之重 除了隔空海化 下禮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防長奧斯汀 將啟程訪問距離中國大陸不遠的南半球國家 無疑就是要因應北京日益擴張的區域影響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